大家好,我是小静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超级瓜油的碱脂汤 这道碱脂汤最大的特点是味道鲜美 冬天来了,运动量少了 不想长胖的朋友,记得把这道碱脂汤喝起来 首先,准备一个西红柿,打上十四花刀 然后,把西红柿用开水烫一下 把它静置两分钟 接着,再准备一把裙带菜 加入温水,把裙带菜泡发一下 再准备一些海虾,把虾头去掉 然后,再把虾仁剥出来 虾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和蛋白质 减肥期间可以适当地吃一些 这样不容易造成缺营养 剥出来的虾仁,先把它切成小块 虾仁热量低,放进汤里,还有提鲜的效果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接着,再准备一块豆腐 减肥期间,可以吃豆腐和其他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 比如说牛奶,鸡蛋,瘦肉,鱼虾 大豆蛋白也是一种优质的蛋白 同时它的脂肪含量是非常低的 吃一些豆腐,有饱腹感,并且可以控制总热量 豆腐切好之后,先把它放入碗中 然后用开水烫一下,去除豆腥味 10分钟之后,裙带菜就泡发好了 把泡好的裙带菜清洗干净 然后再挤干水分,切成小块 裙带菜含有丰富的生物碱 生物碱可以附着于肠道,阻止热量的吸收 还可以刮除多余的油脂 切熬的裙带菜放入盘中备用 这时候,新乌室也就泡好了 泡好的新乌室把它去掉外皮 然后再把新乌室切成小块 新乌室含有的热量非常的低 并且含有丰富的纤维素 是减脂期间非常理想的果蔬 食材准备好之后,平底锅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然后把蒜片倒进去,爆香一下 蒜片爆香之后,再倒入西红柿 炒出西红柿的汁液来 西红柿出汁之后,再把裙带菜倒进去 把裙带菜翻炒一下 炒好之后,再加入开水 最好用开水,这样可以保留食材大部分的营养 水开之后,继续煮上2分钟的时间 2分钟之后,把虾仁倒进去 然后再把烫好的豆腐也倒进去 虾仁豆腐都不需要时间煮得太长 大约2分钟就可以了 出锅前加入一小勺生抽 再加入一小勺食用盐调味就可以了 这样一道超级鲜美的减脂餐就做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诱人 天气冷了,运动量少了 这道减脂餐不妨背起来 喝上一碗相当于慢跑2公里 当作晚上的带餐,瘦得会非常的快 尤其是肚子坠肉多的朋友,记得收藏哦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点赞和支持 我们下期见,拜拜